单位的时候 这是在文艺方面要打烊呢 文艺也行 你要是真去说 过年过节啥的了 完了给大家唱一个或什么的 那都能 唱平剧了 唱金剧了 那我都能来两句 你还都能来一下 你像这个什么 那个是 红灯记那个是 官大姐说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呀 自己一个人唱 怎能比过了两个人合唱呢 所以现在她想努力 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就是你开的时候 就是挣钱少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我得想 第一眼就是觉得 你挺不翻人的 那就可以 不想你说的 哎妈呀 这挑一挣钱多少 那算啥呀 管大姐说 在找老伴 这经济方面啊 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能对上 自己的眼光就行 那不知道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姐 介绍的这位 家住长春的 79岁的李林李大哥 能否对上 这管大姐的眼光呢 咱这租多长时间的房子了 我是租 租一个多月 上上上快下 李林79岁 退休金3100元 有双宝 丧偶 无子女 租房住 租一个多月 之前在哪儿租的 以前和朋友家 以前和朋友家 租一个人家 租一个多月 也不认为 哎呀 看来你真是刚赌啊 是不是一回都没来住呢 没来过 来这也是第二回 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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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 坐完了不来 住不住白交钱吗 还可跑到这儿 还得搬东西 不是什么 我其实 我 我其实 就是 打快钱 快点 找个老伴 东西往那儿一整 就玩玩了 我是这么想的 原来这个茶家是李大哥 刚租下来的房子 东西啥的呀 还没来得及搬呢 李大哥说呀 自己四月份 刚从海南旅游回来 一回来呀 就住到了老哥们家 他说呀 总在哥们家住啊 也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呀 就想着租房子了 那大家伙不仅好奇了 这李大哥都79岁了 咋还租房子呢 他没有自己的家吗 那你自己没房子吗 有房子卖了 啥时候卖的 要为啥卖的 去年六月 你看我的手术 啊 这是咋的 咋手术 微创 胆没了 要 要只喊的 胆没 啊 把胆气除了 胆气除了 还有去年两次手术 去年还有啥手术 去年是 前列线征生 那你这两次手术 花了多少钱呢 是七八万块钱 十来万块钱 啊 十多万块钱 然后你把房子卖了 就是给自己做手术了 对啊 啊 要不谁管你啊 李大哥说 自己原本是有房子的 但因去年自己生了两次病 做手术需要用钱 手里又没有积蓄 所以啊 他就把房子卖了 用钱给自己看病了 李大哥说啊 走卖房子这步啊 也是没别的招啊 因为老伴14年前就去世了 自己还无儿无女 也没人管自己呀 我老伴现在走14年了 因为啥病去世 脑血酸 那直接死是心脏病死的 我老伴是医生员 他是省女排的 转业以后到地方 他33不是34我是37 姐夫俩结合 结合了第二年 第二年3分就怀孕了 怀孕这不也春暖花开了吗 他跟我商量的那人呢 说 局里瞅我打篮球的 我去呗 挺好 你第一天不干活了 有吃有喝的 他说不行 我都有孩子 来跟你商量一下 把打掉了 来年再生 我行 去看我也不懂他 就答应了 这开始 四年 七八年 七九年 二零零零年 四次 三次怀孕 三次流产 李大哥说 自己的老伴 原来是运动员 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老伴年轻的时候 总流产 最后失去了 做母亲的机会 而李大哥呢 也同样失去了 做父亲的机会 回想起这些 李大哥说 确实有些遗憾 但回想起年轻时 自己所从事过的工作 他还是觉得挺自豪的 我过去是搞文艺的 换句话说 就唱信 聊一期文工团 文工团 在文工团 主要是做哪方面呢 还是平剧 一掌工资 干了三年 我涨了两块八 别人涨了两 二十六 二十五 都比我多点 我说我都不干了 我就不干了 从小李大哥就喜欢上了平剧 并且从事了平剧演员的工作 这一干呢 就是十多年 后来因为父亲的工作 被调动到了长春 再加上李大哥觉得 当演员挣的钱有点少 于是就来到了长春市啤酒厂 搞起了销售工作 给我调到销售公司 爱啤酒 买啤酒以后就退休了 那你就后来干的这个 跟你之前学演员的 这也不一样呢 不一样 为什么就唱啤酒厂 啤酒厂能喝啤酒 就这么晚 我这就是好能喝啤酒 你现在工作多少钱呢 三千 三千 刚三千 李大哥一直在啤酒厂 干到了退休 虽然此后的几十年 一直没有从事文艺工作 但李大哥说呀 自己的看家本事 可一点都没丢 您听听啊 现在唱起平剧 这李大哥嗓门依旧亮 底气依旧足啊 听听李大哥唱的 再回想一下管搭结唱的 是不是觉得这俩人 有点门啊 那这李大哥的择偶标准 是啥样的呢 六十八九到七十一二 有的工资 有这个预报卡 另外说句老 我们老人说的话 我来个倒插门 倒插门 我这呢 还有不到十五万 我先跟你们说 完了呢 这个钱呢 我们俩儿掌握 可以放你那 你要花一万五千以上 必须跟我打招呼 那你花几千花去 剩下骨子卡给你 哎呀 颜岭这点 管大姐合适 有双宝这点 管大姐也合适 跟李大哥说了管大姐的条件 李大哥表示啊 很想见解管大姐 但就是不知道 这李大哥想倒插门 去女方家这点 这管大姐能不能同意呢 还有一个 就是这李大哥 能否合乎管大姐的演员呢 咱广告回来 接着看 一进管大姐家小区 李大哥就喜欢上了这里 这小区环境不错啊 比我的朋友 那个清场那边好 多空旷 空气好 嗯 这地方 咱们说吧 也多活五年吧 就这空气 那你得努力啊 今天啊 我叫个曲 哎 您好 好 来吧 您好 那什么 姑娘她给整的那香嘴 啊 给你介绍介绍啊 这是管桂华 然后是李林 李 请坐吧 演员咋样 咱们说的 也算学吧 也算行吧 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怎么说的 十块十手 体型小点 我感觉她 十块十手 我呢 还特别瘦 反正就是没感觉这么说 两人见面后 李大哥表示 对管大姐还算满意 就是觉得大姐 有点瘦小单薄了 而管大姐这头呢 觉得李大哥 看着有些苍老 演员有点没达标 不过两人都表示啊 想再继续了解了解 我今天七十九岁 哦 语炒去修 炒就是啤酒厂 啤酒厂 啤酒厂的 我老伴过世 十四点了 哦 挺早啊 多点时候 我是演员 是平剧和经剧 我是经剧做客 后来是平剧 刘绿明啊 和那个咱 你都跟他们都熟吗 刘绿明死了 刘绿明没了 死了 嗯 挺瘦的 王万灵 王万灵 张晓文 他们现在都有 你知道吗 你们说的这都是谁呀 平剧团的 啊 对啊 对 对啥大姐只好 大姐也喜欢唱平剧 嗯 平剧 反正我也能唱了 我现在是大的也不行 你是歹派 嗯 你是歹派 我也你没 哈哈 没有 你看一说这些人 我都知道 你是平剧团的 京剧团 所以我都知道 我下来了 哎 你俩那会儿聊着还真的 还挺投机那会儿聊着 对对对 巧儿我一说我儿 不认识我只能嫁他呀 我夸着小宽儿 忙把那瞧来瞎呀 我最悔呀 我可要自己找佛家呀 哈哈哈哈 他还知道花质 这个还知道 还知道 哎哎哎 还知道这花质 这还有点模样 有点对 来这这条花 好 嗯 这是当前是没人放眼的 没拍眼的京剧眼的 后来一日到陪剧 去年天日 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迎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一旧 就小春风 嗯 还是人家 啥呀 人家 这岁数这么大了 人家那么啥呀 你掌握的强调 还都特别好 咱们不行 对于李大哥会唱评剧这点啊 管大姐表示啊 两人在兴趣爱好方面 还是比较投机的 随后 管大姐也主动的介绍起了 自己的情况 我现在没有什么负担 就是我女儿一个 人家我的钱 我的工资我也不动 全是姑娘 给我买这个买那个 我不花钱 你工资的是多少 我工资的两千多 我没有女儿 嗯 没有啊 嗯 应该 对王说了 应该这么大岁数的 应该要一个啊 我37岁结婚 嗯 37岁结婚 我爱人 他是爱好体育 七七年我们俩结合了 等七八年 三四月份 他就说 他说你连我给你上了一个事 我说什么 我说局里啊 他关上情局管 把我抽出来了 抽出来以后的 呃 练球 我说好啊 有吃有喝的 我说去吧 他说你看我怀孕了 不想把孩子打掉 来天再要 我说打吧 就这么一句话 打了 他也挺挺的啊 这医生完也够可怜的 没有自己的儿女 这是 听完李大哥没子女这事 管大姐说啊 心里挺不好受的 也很同情李大哥 随即啊 李大哥直接说起了 想倒插门的事 我这个所谓老话说倒插门 我那房子没有了 我现在租的房子 约650 他妈也去了 等到我看了 我姑娘坚决反对这个 你说这个就是想上我家来就是 就是跟任何人不能上我家来 我家的房子呢 我姑娘嘛 不希望我那么做 我为啥说呢 就是说要是那啥的话吧 就是真跟谁说的能有缘了吧 也得他家有房子 把姑娘扯上来 大家都让他胡说八道的 姑娘算个啥 你还是做不起家 是你的房子算个啥呀 不是 但是这样的两家都挺好 我压根 我我就心里头 我一看见大面我就想话 就是他就现在现有情况 哪怕是75岁呢 我也就啥也不说了 知道不 还是说来道去 还是就差这个年岁 你七九八十呢年少 不行 那差太多了 那就是咱就打到回主吧 是不是谢谢您了 没事 你先上门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